去跟別人說話有些… 哦,是,是 因為我真的有點短 我找不到一個男生比起你更適合一起做這個show 認真認真 因為我出道才半年左右 但已經很快有機會出show 甚至夫人和前輩一起演出 加上我們都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所以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都不會打算show機 我覺得因為這次音樂大多數會專注於音樂方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show的概念有些是我們的不同階段 一路以來那條路的成長 就是一種歌曲可能就會表達到一些感受 對著她,我依然都是七年前對著她的態度 對,我們大家都常常喜歡很輕挑 很囂張地挑釁對方 去喜樂對方,去嘲笑對方 不是,我是生活的其中一個點綴 我跟她認識了很久了 所以其實她的真面目都挺清楚的 但我覺得加豪也是一個會是… 人免受心 會是頗控制著自己 我覺得是頗弱束自己的人 對,很辛苦 這一年最大的嘗試就是做回自己 誰知道大家有多喜歡那個綜藝感 那種無厘頭 所以變相就好像多了人發現 我其實這個人都挺搞笑的一面 其實我開心了 我開心了很多 給大家看多了紅狗真實的一面 我都覺得她的意思是開心了 開心了 其實是挺大的轉變 因為由參賽到現在 其實經歷了中間 可能短短兩三年 經歷了很多事情 參加比賽 其實我都要說會是一個 我入行之前的速成班 因為你面對所有事情 可能是壓力 面對外面的評擊 面對你給自己的壓力 你需要有什麼標準 你需要對自己有什麼期望 或者所有事情 之後途中也都在家裡的問題 然後再經歷疫情的問題 其實所有都是一個考驗 但是很開心的就是撐過 過了這兩三年 其實叫做 捱到這個考驗了 其實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案 我們在底下是不希望 即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志氣在那裡 是的 在骨子內 我想十年後都是這樣 但相反外面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都要學懂 要怎樣去面對社會 面對其他人 或者當去到工作的時候 你要藏起這一份志氣 可能我以前跟別人溝通的方法是有錯的 或者說話 有 我可能跟監製說 我想這裡改 我直接說我想這裡改 但原來我沒有感受過別人的好 然後我就慢慢學懂 原來你試試這樣跟我說 如果我是監製 你這樣跟我說 我聽到也不舒服 其實簡單來說 你要圓滑一點 是的 我反而我也是會照這樣說 我覺得是 很平心正氣的 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我現在想跟你說 當你很平心正氣的討論的時候 都會有人覺得你不是 是的 有人覺得 明星是這樣的 真的有 是我真的親身經歷 很委屈的 可以很委屈的 現在就吸收了教訓 現在開始就盡量別教 當天的女白樓 大家都是在某些真人Show上出身 其實當時都看著 親眼見證著大家 由甚麼都不是 直到開始被人關注 開始可以做到自己的事 開始踏足到更大的舞台 開始有屬於自己的歌 其實看到大家都一步一步 在邁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場景是挺開心的 我那首就應該會真的比較pop多一點 還有一首很傷心的慘情歌 我都會形容這首歌是我的三部曲 反對模後Loser 接著就是你的首歌 對 我覺得是挺真 幾年過性和幾年過性 幾年過性和幾年過性 因為在填詞方面都有跟填詞人討論過 把我自己的故事元素加進去歌詞中 令到更加屬於我 超級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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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叫主角光環 就是說這個人不是主角 但是有一個人或有一群人或有人 給了一個主角 主角光環這個人 成就了這位配角 令到我配角覺得 原來我在某程度上都是某人的主角 其實填詞人是想更加直接說 因為我填詞了歌詞 我問他其實你想說什麼 我好像沒什麼感覺 之後他就跟我也熟悉 他就說家豪 坦白一點 他說你現在不紅 但你的粉絲沒有理氣過你 他們覺得你是主角 你唱給他們聽 所以其實我是挺期待 這個表演 我是想唱給他們聽 從來我都沒有一夜成命 我突然間一晚多了兩萬人 那些沒有 但我覺得那些才是 我自己覺得這些會是比較困難的經驗 但是可能這些人會留到最後 跟我 我還能找來 我可以練習